好不容易从正垮的房屋中逃了出来 陈先生和女朋友以及两个孩子 是围观大楼八楼住户 去年11月才买房 贷款200万 包括装潢总共砸了360万 但现在新买的房子垮了 只留下贷款 去年11月买的 然后加装潢 原本想说今年过年前可以入住 结果入住还不到一个月吧 真正入住真的还不到一个月 那就发生这种事情了 一家四口死里逃生 但就算房子垮了 后续恐怕还是得付房屋贷款 因为购物申请买卖贷款 与银行会牵血借据 这类属于债权 房屋若坍塌 等于设定抵押权消灭 借据存在还是得缴贷款 贷款的利息的部分 由政府来去做补贴 那当然利息的部分做补贴的话 本金还是需要当事人 来去做一个偿还 如果说他有保地政嫌的话 那以这个个案来看 他可能在清偿的金额上面来说的话 应该会在100万上下 若向陈先生状况 贷款买房200万 扣除地震嫌几付 以及银行建价后 实际土地法派金额 陈先生仍得缴纳 剩余估计100万金额 负担不小 类似房贷没缴完 房子却垮了 在这次地震中不少 只盼能用政府申请扣押 建商财产或是代位求偿 让三名得以重建家园 也提醒民众 房屋受损或是倒塌 要拍下照片 以便于减免之后的房屋税 或是个人所得税 记者是小配谢君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